四戰東奧的中國選手徐夢圖日前勇奪金牌 實現個人職業生涯的大滿冠 徐夢圖的運動生涯不時要跟雙病搏鬥 如果要充滿信心去比平常的時候 然後回來呢可能會比較低落 因為真的是咱說實話 就是說從平常之後你摔那一刻 你看我真的是你從方方面面上 可能都沒有我徐夢圖什麼事了 我當時講不行別練了 回家剛鬱悶了幾天 然後我驚奇地發現我在做什麼 我在做平常童話會的復盤 我在規劃 我接下來訓練的話 我在某些方面哪些方面還能再提高自己 所以我就感覺徐夢圖你是跑不掉了 你這2022你還在練呢 我當時就是這種感覺 你講從谷底爬嘛 這是從谷底爬 然後自己的否認 自己的對自我的否定 還有就是說 也想證明自己 就是不是說證明給其他人看 而是證明給自己看 他只是一次失敗 我要證明給自己平常童話會 他只是一次失敗 而不是說我徐夢圖不行了 而不是說我徐夢圖不行了